詞曲 李宗盛 要不要打個電話跟她道歉啊 還是傳訊息就好 我聽佩儀說了 你和她姐姐的事 不對啊 我也很無辜欸 我哪知道你們關係那麼複雜啊 還凶我 又不關我的事 什麼店 怎樣啊 沒有啦 就是 新運動產能配置計畫是我改好 你有沒有看一下 基本上喔 都照你的意思改 李經理那邊喔 你知道 我說服她多久啊 拜託真的有嘴說我沒問題 債跟債你都分不清楚嗎 而且已經的已不是這個已 你以前在銀行做報表 都這麼隨便的嗎 亂七八糟看得我頭好痛 措施改好再給我 這吃到火藥喔 這脾氣這麼差 這債跟債而已啊 看得懂就好啦 對不對 這隊 這呢 來 這東西掉了 好 越南廠 廠長人選平 菩利不好意思 這個是蜜餞 蜜餞 不可不是蜜餞啦 我要検生甜欸 菩利我先去忙喔 來來來 來 借副書 來 借副書 所以公司要派人去越南廠當廠長嗎 對啊 越南那麼遠 誰會想去啊 一堆人搶著去耶 薪水兩倍 專屬配車 專屬的翻譯間助理還有各種積貼 反台機票 眷屬探金機票 全額補足 還有各種好康 數都數不穩 要不是我年資不夠 不然我一定搶第一個去 福利這麼好 那去的人條件應該不能太差吧 當然啦 年資都要在十年以上 每一年考基都要在A++ 不過去了也不輕鬆 一個禮拜工作六天 吃住都在宿舍 又沒什麼娛樂 而且還有跟小孩老婆分隔兩地 這樣小小生活也是挺苦悶的 不是啊 都已經在公司待十年了 就待在台灣就好 幹嘛去越南 福利 這你就不懂了 你不能小看當廠長的重要性 你看我們管理階層的主管 董事長 前總經理李秀娟 張總監 財務部的趙經理 生產部的李經理 業務部的郭經理 他們每一個都當過廠長的資歷 聽你這麼一講 他們好像都在工廠歷練過耶 對啊 除了陳總監 他是例外 哎唷 他不算啦 他那空降的不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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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業副理你算是 我跟他不一樣 董事長叫我來上班的時候 就把我安排在生產部當副理 就是要我去工廠 你看 他多氣重我 好像有這麼一回事耶 所以我才說不能小看當廠長的重要性 那是一個跳板 兩年任期結束一回來 不得了了 一飛沖天更上一層樓啊 對 兩年 所以去越南只要去兩年 對啊 副理 不好意思 我要先跟人事不合對一下名單 我先忙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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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忙了 還好我有想到 我對幾個月發票都忘了對 你說不定我們的一千萬就在裡面喔 你嫂子在那邊做百日夢啊 嫂子在那邊做百日夢啦 雯麟 你知道公司要派人去越南當廠長嗎 是喔 所以你要多少想辦法啊 想要什麼辦法啊 我年資不夠 妳要想辦法 讓我去越南當廠長 妳要去越南 那以後怡萱上小學怎麼辦 那邊會有台灣小學嗎 那媽呢 那一樣公平 妳不要激動 我們不是移民 我只是去當個廠長 兩年就回來了 妳的意思是 妳想要自己一個人去越南 對啊 忍一忍 兩年一下就過去了 老公 你不是在台灣待得好好的 怎麼突然想要去越南 哪有好 在公司看大哥大姐的臉色 在工廠看理經理的臉色 我今天才想通 為什麼我在新華被人家排擠 原來那些高階主管 每一個都有廠長的經歷 而我是一個空降部隊 所以他們要看我不爽 我去越南 當個廠長回來 看誰還會看不起我 這樣李經理退休之後 我接他的位置也沒有人敢講話 我怎麼知道你會接李經理的位置 那這是我的企圖心啊 你大哥大姐都當總監了 你老公當一個小副理 跟大家擠在同一個辦公室 你會有面子嗎 那你再想想啊 為什麼阿姐把我擺在李經理的身邊 當然就是要我去接他的位置 那時候趕快升上來才不會 才不會辜負阿姐的苦心嘛 你以為我那麼想跟人分開喔 我也是為了這個家耶 我聽說去越南可以領兩倍的薪水 那些津貼有的沒的加一加 一年可以多領一百多萬 真的假的 我都不知道我這麼好耶 是不是 比你在那邊對那發票好多了吧 可是 你剛才不是說你的年資不夠 所以要請你幫我想辦法啊 你的意思是 要我去拜託大哥大姐啊 大哥大姐 我看算了吧 他不給我衝肛喔 我就很頭笑了 要說 要去找阿姐說 可是 我平常不會跟阿姐說公司的事情啊 我這樣突然去找他好像很奇怪耶 大雨你怎麼那麼笨啊 阿姐聽誰的 當然是聽阿姨的啊 你現在跟阿姨那麼好 你就請阿姨喔 去阿姐面前啊 幫我說一些好話就好啦 對耶 我可以去找明芳阿姨啊 你說的很有道理耶 阿姨是想要栽培你 接管工廠 所以才會安排你在李基里旁邊 所以我要展現企圖心啊 去抓這個機會 這機會才會來嘛 好 那我明天就去找明芳阿姨 嘿嘿嘿 文玲啊 為了這個家啊 去越南再辛苦 我都要單下來 讓我的太太不用 再對那些沒有用的發票 不行啦 那個發票還是要繼續對啊 如果中了就給當私房錢的